他们都好久 下班之后了就紧干着来接老大了 现在也下雨了 特别冷 已经快八点钟了 他还没有放学 孩子上初中三年 家长也跟着陪读三年 天天接送 我都是尽量有空都会来接他 特别忙的话 就只能让他自己坐地铁回去 等一下把我的家热一点 我可以慢一点 孩子还没出来呢 走走走 我没拿伞 我妈妈 快点还是热乎的快点 妈妈我爱你 这咋啦你俩跟着哪含了 这么开心也跟着唱歌 唱一首给我听听 来一二三开始 来来一首快 不尴尬 我给你马帅克快点 我要跟你一起唱 好嘞 你俩一起唱 来 我可以 我可以 我想和你 可以到那天相遇 看出这些 都归这一句 你一唱一遇 只想有我 可以可以 呱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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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我的目都补住下了 为啥 我的妈呀 你别打我 你说起来 因为我们每天晚上九点就放学了 然后晚上晚起十点就洗 然后每天时间根本不够用 天天做人都写不完 然后每天 课题时间就来写作业 我就没有办法刷这一个题目 再加上我如果回来家的话 我九点放学 到家也就九点半这样子 这样的话 我晚上可以学好晚 可以学到十二点 我还学到两点都不行 你马上六月就中考了 你现在不去读校的话 你看你现在每天都是七点多 但是我接到你的时候都八点多了 然后再开车到家的话 赌赌车搞搞弄弄都将近九点钟 你才能到家 九点钟到家 你还有吃饭半个小时的时间 你也就是说在十点钟 差不多你才能写作业 主要是我怕你这个时间 就来回跑来回到 反正让你静不下心来去写作业 我不是想过学一点吗 这样我有更多的时间去写题 我们班有的同学 他父母在旁边租了个房子 住每天晚上十二点多都还去上课 所以他最近考的挺好的 五回都要不去 过我们班同学 我们就随便一起合租的 我们合伙租一个房子 那哪个家长去看呢 轮流家长看吗 你们不来看 我就说我又生活中自理了 那我觉得你这样在外面住 我反而不放心 你们合租还要把钥匙带好 你们没有钥匙 你们怎么进去 而且你们合租 你们走夜路回去 你都太怕了 还要搞水电啊 什么空调啊 还竟然还不一定能租到房子 其实吧 我觉得你自己 就在学校学好 然后在这儿回家的时候 多学一点没 你那么聪明肯定能行的 那你现在天天在学校里写作业的时间多吗 都是怎么安排的 我就是能洗几时间就行 我有时候中午不睡觉写作业 还有就是基本上 好多次都是晚上不睡觉去厕所写作业 然后后来被老师发现 老师从事以后就把厕所 男生无常大肠包小肠 然后从事以后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写作业 初中就这么吧 然后明天六月份就中考了 因为你现在再去住校的话 来回折腾 我觉得也不行 回头到时候实在不行 你高中的时候再走多吧 我感觉高中走路更无限时 高中肯定放学比初中还晚 他作业一段更大 你回来还得更迷 而且如果你真考虑易中了 易中离这又不是很近 你是不是现在感觉学习时间不够了 有点压力了 他们都好久了 12点还是上个什么人啊 我的天 不要管别的呀 你自己搞好不就行了吗 不 Você 那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